Hey guys, it's Cynthia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影片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有點update版的What's in my bag 前陣子呢我拍了一張照片在這裡 那我自己是覺得 當天這樣背還蠻好看的 所以呢雖然沒有人詢問 但是我今天就是要來做一個What's in my bag 那我之前有做過一次 是我上班的包包裡面裝什麼 不過那一次我覺得 有點像是大學包的感覺 就是很休閒這樣 那今天這個包呢 其實相較來說 微微再正式一點 那它的大小我覺得是 雖然剛剛好 它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 因為我沒有很喜歡背那種很大的包包 我已經就是過了那段時間了 對 那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我覺得它的大小會這麼剛好 And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dig in 那我先說一下 我這個包包應該叫做 Long Cham La Palette Shopping Model Depots Toe Bag 這個顏色有一點是借黃色 然後有帶一點點的綠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 打開來吧 它這個包包嘛 這邊有一個扣子 你把它打開之後 這邊還是有拉鍊可以拉起來 所以我覺得它的安全性算蠻好的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拉鍊拉起來還是要拉開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你知道在外面工作啊等等 會需要什麼 沒錯就是電腦 所以你看它可以容納下我的 iPad 它不是iPad 它可以容納下我的MacBook Pro 那這個我記得好像是12吋的 所以它可是剛剛好 飛能在裡面可以把拉鍊拉起來 這是為什麼我覺得它的Size 非常剛好的原因 我的充電器現在在那邊 對,就是可以裝一個充電器 另外呢,我還會帶我的iPad 我的iPad是已經有點久以前 好像是iPad Air 2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戴這個是 因為我會下載Netflix 所以在飛機上啊 或是在閒暇的時候 就是可以看劇比較爽這樣 就是比起用手機來說 所以我的包包裡面 就是有我的電腦 還有我的iPad 對 再來呢就是我的POWER BANK 這個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吧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用 它的電量是13400 其實非常的大 所以我通常都是充一個之後 我通常可以用個一天到兩天 那它總共有兩個孔 然後中間這個是可以做充電的 這條線呢,我也要特別提一下 這個是我之前其實是誤打誤撞買錯的 就是我那時候缺一條充電線 所以我就上網訂購這個 結果來之後發現 天啊,太短了吧 就是根本就沒有辦法使用 但是我後來發現它跟這個是絕配 為什麼呢 因為它體積小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放到包包裡面 不會就是線纏來纏去 另外因為它這個頭啊 是可以這樣拔開的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接上去的話 它就是那個Android系統的頭 那你如果把它這樣接起來的話 它就變成iPhone的頭 所以 大家猜到為什麼我會喜歡它了嗎 就是呢 你可以把它拆掉 這樣子之後 就可以直接去充電這個Power Bank 你把它合起來之後 就可以充你所有的Apple Product 是不是很厲害 我真的覺得我太聰明了 這個呢 其實還有一個小故事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其實我跟我的 一個同事借的 結果我那天就不小心 Typical Cynthia 我把它摔到柏油路上 然後它旁邊就整個chip掉了 然後我就良心不安 所以我就趕快再買了 一模一樣的還給它 然後我就把這個 繼續留著用這樣 好 這是個很無聊的故事 也沒有人 care 沒關係 我們move on 接下來我們就把電子系列的一次 講完好了 那就是我的 AirPod還有就是那種Yoyo卡什麼的 這個呢 是我之前在香港的機場 迪士尼店買的一個鑰匙圈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那這邊其實它還可以再裝很多其他的鑰匙 不過其實其實我們家沒有在用鑰匙的 所以就也沒差 另外就是我熊大的Yoyo卡 還有我的AirPod AirPod真的是用了之後就回不去了 很可怕 來電就是無聊的好了 沒錯就是 哈 一些女生的衛生用品 例如說 衛生紙啊 還有後面的就是你知道綿綿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來找你 然後找你的時候就會很崩潰 所以隨身要帶一個 那接下來還有就是這張梳子 然後 欸為什麼在這啊 還有我的一個 手環 呃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可能見到客戶的時候的一些名片 還有我自己的名片 髮卷 那這個就是大家你知道 主要是拿來 就是修整我的瀏海 所以 嗯 再來呢 薄荷糖 這個也是我包包裡面必備的 你知道這個還是你維持人際關係的好夥伴 因為你想想看喔 譬如說在公司的時候同事就今天說好累喔 你就馬上拿出來說 要不要這個 人家就會覺得你是救世主 或者是呢 你們一群人出去吃飯可能吃火鍋或熱炒 就是那種口味比較重的 吃完之後一定會滿嘴都是那個 蒜味的感覺 所以這時候你就拿出這個 大家就會說 我要我要我要 就會變成 你知道大家包圍的中心 好 這也很無聊 對不起 下一個呢 就是 嗯 那就是一支筆 那他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我覺得筆的種類呢 就會跟我寫出來的字好看或不好看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今天寫字不好看一定是筆的問題 接下來是我的香水 那這個是Fresh的Sugar Lychee的口味 口味 我之前有一度覺得他的味道太重了 不過呢 用久了之後我發現我還蠻喜歡他這種 就是甜 但是他不會很膩 如果你喜歡那種比較熱情奔放的味道的話 你應該會喜歡他 好 我們快要把這個包包給翻完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的讀卡機 因為我的電腦是MacBook Pro 所以他沒有所謂的USB或是SD卡的卡槽 所以我都要帶這個 就是你可以接USB或是SD卡 那這個我在上次的What's in my bag也有提到 不過就是 再跟大家講一下 他一直會在我的包包裡面 我的隱形眼鏡 因為我隱形眼鏡真的是超容易掉 不知道為什麼 我說可能就是這樣子啊 或是轉轉眼睛 然後隱形眼鏡會掉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覺得他有時候對我來說還蠻容易乾的 之前我在SDFB上面就是小小的講了一下 結果很多人就說 噢不行你要去找那個適合你眼睛弧度的隱形眼鏡啊 什麼什麼的 我戴過博士倫 庫柏 金碩 我覺得這已經算是我最不乾的隱形眼鏡了 或是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我的眼睛本來就不適合戴隱形眼鏡 我也不知道 哈哈我有一個港幣一塊錢在這裡 再來就是我的小化妝包 這是去年Kiehl's周年慶出的一個像Toe Bag裡面附的小化妝包 你不要看他小喔 他其實可以容納很多東西 所以你就打開吧 這個呢我之前 欸 Hi Guys 那這個呢我之前也有在戰利品的影片裡面提過 這是一個MAC的像粉餅吧 我都會拿他來做可能很緊急 需要打一點點底 或是拿來補妝的時候用 那我下面有一個這個海綿 就放著這樣 再來呢就是一個髮圈 然後我這邊有總共四個唇膏 首先第一個也是我之前有提過的Innes Free 他的顏色是No.12 那這個顏色算是非常漂亮的乾燥玫瑰色 哇 你看看你看看 加上這個顏色其實真的還蠻百搭的 所以我很喜歡他 我都會把它帶著 他算是一個不敗款這樣 下一個呢一樣是很潤很潤的唇膏 這支呢是Agness送我的 OPRA的2號 你有沒有看到 喔 他其實超潤 就是讓你會 讓你的嘴唇變得很潤 然後但是又很有氣色 所以在嘴巴上面擦的這個好了 這個是台灣的牌子 HIMI他們家出的算是液態唇膏吧 然後他的顏色是08號 EXPECT 中文叫做守候 那我非常 喔 我跟你說我真的很喜歡他們家的唇膏 雖然顏色上面我好像只能駕馭 我今天介紹的這兩款 不過沒關係 這一支呢 他的顏色大概是這樣 這樣子 就是有一點 磚色 我跟你說他們家這支唇膏就是乾得很快 但是不會很不舒服 然後你不會有那種很厚重在嘴巴上面那種液態唇膏的感覺 然後這樣他的顯色度很好 然後持久度又好 最後一支呢 也是HIMI的唇膏 那這個就真的是像口紅一樣 之前我跟妳講 如果在看美妝就會知道 HIMI已經把大家 燒了一輪了 喔 是不是有點太有質感了呢 那這一款呢 是真的是唇膏 所以他沒有那麼的潤 不過他的顏色其實跟上面那個 稍微再偏紅一點點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比較正式一點的場合 或者是有個性的穿著的話就可以擦這個 但是其實他還是蠻Wearable的 講老實話 你有這四款大概也不用再擔心 就是會找不到顏色來打了啦 最後呢 我包包裡面現在除了垃圾之外 就是我的錢包 是我用了非常久 他是K-SPAY的錢包 那其實我之前有一度把它打入冷公司 因為 你知道他就是已經chip了很多地方 然後他這邊就是有一個 嗯 然後這裡面就是可以裝錢跟一些卡 這樣就是一個非常基本的錢包啦 但是你知道我喜歡點點 我也喜歡K-SPAY 我又需要這麼小的一個錢包 所以 嗯 我覺得你很棒 那以下呢 就是我在這個Long-Train的包包裡面 會帶的東西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你也可以留言給我看 未來你想要看什麼樣子的影片內容 And with that being sai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他可以容納我的MacBook 他可以容納下我的MacBook Pro 今天穿的衣服呢 上一次的影片大家有人猜出來了 這件就是 Tiffany跟Puzzle的聯名 不過呢 我是很期待那個 Mac的聯名也出來 然後我也買了 不過我還沒有收到貨 所以收到之後 我會再穿給大家看 因為我之前有試穿過 我真的覺得好美喔 MING PAO MING PAO